紫星 紫星是下垂 我是屬於西洋梨型的 因為我骨盆就比較寬 他是外擴加同腰加褲加下垂 不是 加扁皮 我一直以為我是扁皮型的 我就來到這邊 原來我是下垂型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這屁股很扁 然後你又看 我這次每次怎麼說 怎麼說 像我以前也在運動 有說我以前運動 我叫芭蕾 所以我這樣扁骨的時候 就縮進去 所以放鬆就跑出來了 心美姐 我想要跟大家講 剛剛她在拍B4的時候 她的背面 我以為是她的正面 什麼 真的 真的 什麼意思 正面跟背面已經分不出來了 我以為她這個是她的背面 妳以為這裡是她的背面 那前面腫出來的是什麼 我懂了 就是說我們一般屁股會有一個 這就是這個 這個 這大腿的氣 沒有這一塊 我有時候屁股會垂下來 我騎腳踏車的時候 我屁股會 有時候 就是有時候我騎那個U Bike 然後我騎 然後腳踏車中間那個 那個不是很小嗎 然後我就坐上去 然後她屁股就會這樣 啪就沒有 就包住她 坐墊會埋在妳的屁股 還會被人家 就是被色狼拍屁股 就是我騎腳踏車的時候 就是捶住 然後她就拍一下 沒有 她以為她會拍妳前面 對 對 對 妳是這麼快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 也是滿下垂的 來 我們來看看 葉婷老師 把她改造了以後的自信 漂亮 而且推奧長 美人魚 有沒有美人魚 有 我覺得那個 其實我們要顯得有臀圍 我覺得小臀部的人 都會很難塑造出 有那個曲線 所以其實我們以前有個 諺語就是說 對 就這一句 所以你其實記得這個口訣 你就可以有那種 美人魚的蜜桃臀 的那個臀型 所以我們第一個要讓它 高腰 比如說我自己要顯得屁股小 就是我都會把裙子 像我這雖然是鬆緊帶 我都會穿到肋骨 肋骨 就是妳全身最細的地方 應該就是在這裡 肋骨 我全身最細的地方要脖子 沒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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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說 中間這一段最細的地方 所以我讓她穿在 滿高腰的 然後 她這邊是有這種 羅馬的鞋帶感覺 就剛好可以Hold住她的肚子 然後再來 妳看她側面就有 屁股就翹 對不對 就有翹臀 好性感 然後 然後呢 妳今年很流行這種 魚尾的裙子 如果你完全是窄裙的話 妳那種籤筆裙這樣下來 妳就會覺得這兩邊太寬 但是妳這邊下來之後 再突出去人家會覺得 這一邊是一定要有屁股 妳才撐得出來 對 完美一筆 對 所以像屁股太瘦 還不能去駕馭 這樣今年的美人魚群 但是它有一個小心機 就是這裡 不是麥克風 是這邊有鬆緊 因為這鬆緊的 就是說大家沒有屁股的人 你選裙子 不要選的很和聲利材 然後都沒有一點折子 那種的反而會顯得 你屁股不見了 就是少了臀部 那像 因為鬆緊然後 形成它有折子 你這邊就會 有一點膨度出來 對 因為它其實是胖這邊 還沒有練到這邊的時候 它這邊雖然是空的 可是因為有這個鬆緊的關係 就會有一個弧度出來 明白 還有女生 妳要覺得妳的屁股有蜜桃臀 一定要有的工具就是 妳穿高跟鞋 妳自然就會收小腹 對 會Hold住對不對 然後屁股自然就會翹 然後那個胸部就會挺 所以其實 我覺得要練就是練高跟鞋 真的 那妳就自然而然就挺起來 妳就不會脫背 對 穿了高跟鞋走路就不一樣 有風了 真的 所以那時候 主角老師多想穿 就不用練得那麼辛苦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 上面寬 它上面寬 所以就顯得下面小 對 對 所以妳會 所以我們要把 我們感覺要細腰 要把那個肩膀練寬這樣 練寬 對 不能說練寬 應該說練 裝 也不能裝 就是練有骨架 所以如果 三角肌 如果你這邊不練 就不覺得妳腰性 真的 所以我要再練寬一點 明白 所以它這邊是寬沒關係 可是如果真的很寬 因為 譬如說紫心它其實真的也滿寬的 那我們這裡就有兩個洞 讓它不要那麼寬 對 所以這個 今年秋冬 毛衣也是要嘛就很落肩 然後不然就是也有斜肩 對 我覺得紫心可以適合穿這樣 就肩膀兩個挖洞的 所以妳看起來視覺只有這樣 對 對 然後就會覺得第一個 腰很細 對 對 然後 它其實還可以更高腰 然後 對 再往上拉一點 對 怎麼高 到位了 老師 到位 這樣 好 這樣 到位好高 對 這樣子 這樣更瘦 對啊 更瘦 有沒有下半身很瘦對不對 可以 整個 我看到紫心沒有講話 應該是憋氣 憋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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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還有幫紫心找一些衣服 我覺得有些人可能 還是覺得說 我臀部很寬 我不敢穿 這麼窄的裙子 美人運裙 你可以穿像這種裙子 對 雖然它是今年流行的這種 但形容對不對 可是 它直筒的 對 它是直筒的 然後後面也有鬆緊 所以這邊可以有屁股 假屁股的感覺 然後會讓它有翹感 但是它沒有內縮 它下面是直筒的 所以就不會顯得屁股特別大 我覺得紫心 因為它的腿是 比例上是細的 所以它就可以穿這樣子的線條 對 然後還有就是這樣 真是 老師真厲害 老師 我們那個什麼大粗腿的 都發他來 今天這個腿好細 對 這個 它這樣子的腿很細 所以 靴子是 紫心的那個 好朋友 然後再來就是像 這個也是一樣 像這種有一點褲裙 這種叫褲裙的概念 就是 這邊穿起來都是合的 然後 有一點點花瓣的腰風 就是它穿了會有一點 掉下來的感覺 然後也是一樣 你看這很修飾 但後面也是有鬆緊 讓你有一個假屁股 穿起來 撐起來之後 就會變褲裙 你就覺得是這個裙子寬 不是你的屁股大 對 就是有修飾的效果 所以像 如果那個 紫心想要穿短裙的話 他就可以穿這樣 退他不要 你看 他也是小美人魚 對 也是小美人魚 就是說 我知道了 老師都坐 他這邊把他做膨 對 他就是把那個 我們這一邊的那個 大腿外側 不是這邊不順嗎 他就 這邊是合的之後 稍微有一個小魚尾出來 然後小筍 對 讓他破壞你這個輪廓線 但是 要穿這一件裙子的 首先提要 就先要做五熊的老師的這個 這個 這個橡皮筋 你要先把那個膝蓋肉 戀漂亮 因為這個就會露 膝蓋肉 對啊 因為這個會露一點膝蓋 膝蓋要少 膝蓋肉是不是古式頭 古式頭肌 穿短裙一定要看膝蓋 就像你買牛肉 或牛膝蓋 或那個豬腳有沒有 你一定要找那種有 有膝蓋 有膝蓋 對啊 那個 沒有好吃 像我們這種都是骨頭的 賣不出去 不好吃 不好吃 對 然後所以你看 這裡有露膝蓋 所以你看 他如果大腿還沒練好 膝蓋先練好 其實他的膝蓋還 比例上還滿美 對 就很直 所以我覺得他還是 也是可以駕馭這樣子 就是把大腿還沒練好 這邊已經先收住了之後 然後這一邊大腿 就是如果他沒有 直接這樣收窄裙的話 就會顯得他臀部很美 對 但是這個呢 也有鬆緊 然後這邊膨膨的 就是讓他放 有個膨度 有個膨度 有個假屁股 所以像他如果這樣 吃飽就把他轉過來 對 鬆緊帶轉過來 對 拉得也拉向 好有阿蘇比的空間 然後那個毛衣把它拉出來 整個蓋住 他的裙子會越來越短 因為你已經穿到穿了 真的 他脖子最好 對 但是這個就是 你在挑裙子的時候 這個就可以讓你在過渡時期 你的臀型是好看 有大屁股跟凸肚不要怕 關鍵重點就是要穿高腰 而且是能穿多高就多高 看看子晶的翹臀 是不是很讓人羨慕呢 剛剛到對屆 是很幸運 近年 就像的是 去漂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